封冰箱石门知名景点马蜀洞 南侧的海域传出了有自由潜水者时钟 海巡署第九巡防区指挥部 接获警方的转报之后 出动了人员出海搜寻 找到了逆水的47岁黄姓男子 但是救起来的时候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 至于意外发生的原因 还有关单位进行调查当中 海巡署指出接获花莲县凤林分局 封冰分住所的转报 台11线南下641K 封港桥以北约100公尺的海域 有自由潜水者失踪 10T安检所即派出人员进行海面的搜寻 接获封冰分住所转民众通报 于10T封港桥北端前方约100公尺海域 疑似有潜水民众失踪 本队获报后立即派遣救援 于下午12点35分时 由本队小艇组巡获该名潜水民众 后续载运回10T渔港 交由封冰消防分队后送救医 巡获逆水者后并将救起 家属现场指认后确认其身份 为该名潜水民众 海巡署第123暗巡队呼吁潜水民众 物在海巷不加时下海细水 捕捞海中动植物以免发生不幸意外 相信溺水原因也将由暗巡队司法小组人员进行调查 记者临界封冰箱 曹一彭报导